沒有錯 馬上讓你來看到呢 是在民國112年的國慶大典會場上 而我們現在TVBS的團隊呢 就在這個總統府前的廣場 可以看到在今天可以說呢 因為在這個國慶的大典是大咖雲集 除了呢現在是這個立法院長尤錫坤他正在致辭之外呢 另外在稍早的時候包含了這個清明黨的這個主席宋楚瑜 另外是各黨的主席呢也都參加了 而其中呢備受關注的就是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了 那麼呢他在稍早的時候是在9點41分的時候 已經是抵達了現場 不過呢跟他原本呢發佈的這個採訪通知喔 原本是說8點半呢他就會來到總統府這邊了 所以呢這時間是有比較晚一些些的 但是好在還是能夠趕得上這國慶的大典 而他進來的時候呢其實也是呢就是默默的地調的走進來 那麼也沒有特別的和坐在他旁邊的須帶力量 這個黨主席王婉玉兩個人有交談 他就是呢自己坐下來之後呢 那麼呢你看到畫面上呢他也拿出了在這個旁邊位子呢 有擺的這個禮賓的包裡面呢 看看裡面到底有哪些東西喔 但是呢並沒有和其他人來多做互動 而為什麼呢柯文哲在這一次呢也備受關注 就是因為他同時也是2024的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那等於說呢在這個場合上呢 他和賴清德兩個人將會是同台的 只是說賴清德當然呢這一次呢是在今天以副總統的身份喔 那當然在柯文哲的部分呢則是有民眾黨主席的身份 而其實在過去柯文哲呢也都有來參加府前的這個升旗典禮 但是呢在這一次呢當然身份上的不同也格外引起關注 那麼在這一次國民黨呢則是缺席了這個國際大典 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